谁也没想到,她领过三次结婚证,当了二十八年男人,又当了二十八年女人,她就是金星。 那么金星都经历了些什么呢?今天带给大家走进金星的背后故事。 一九六七年,金星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军人家庭,出生的时候身体并没有什么缺陷,虽然出生以后是个男孩,但他的灵魂里却藏着一个女孩。 有一次,金星在看了一场舞蹈表演之后,深深地爱上了跳舞,四岁的时候就被选入了朝鲜族文艺宣传队。 后来凭借出色的舞技,金星拿到了出国进修的名额。 当时身材瘦小的金星要在众多舞者中脱颖而出,就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。 当别人在休息时,金星也在训练。 一九八五年十八岁的金星参加首届桃李杯舞蹈表演,金星首创了男子族歼舞,同时凭借舞蹈帕米尔穆哥获得少年男子祖金奖,获得出访法国表演的机会。 金星在变性前从没碰过女孩子,但却有一个长达十年的婚姻。 一九九零年,由于金星想借结婚,拿到美国绿卡,而金星的男同学艾利克的女友肯伯林也想借结婚,免费住进金星在纽约的房子。 于是金星和肯百林在艾利克的见证下一起去领取了结婚证。 这段有名无识的婚姻一直维持了十年,直到两千年。 由于肯百林已经怀上了爱人的孩子,两人离婚并送上祝福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岁月的流逝,金星想成为一个女人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了。 一九九五年的清明,金星来到了北京的医院准备做手术。 手术的第一部分是胸部手术,而第二部分则是去掉毛发和喉结,结果这两部分的手术都很成功。 这个时候,第三部分手术是最重要的,也是最令她痛苦的。 手术持续了十六个小时,期间还发生了大出血。 虽然变性手术成功完成,由于左腿被医疗器械压了十六个小时,导致左腿的小腿肌肉到脚趾间神经全部坏死。 小腿肿得比大腿还粗,医生告诉她几乎不可能恢复原状了,即使恢复过来也会导致残疾。 但是金星没有灰心,每天坚持做恢复训练,上天终于眷顾了这个苦命的孩子,她的小腿终于完全恢复了原状。 2004年2月,金星在巴黎飞往上海的飞机上,她与临坐的德国男子汉斯结识,两人在旅途中聊得非常投机,在分别时还互留了电话号码。 金星将自己的传奇人生都告诉了汉斯,但是汉斯还是愿意和金星在一起,让她很是感动。 2005年,金星与汉斯结婚,开启了他们美好的生活,婚后还领养了三个孩子,结婚十多年依旧恩爱如初。 可能逆天转命的她经历无数磨难,如今算是老天对她的恩赐吧。 作为一个表演者,艺术家,金星也不忘记做慈善和公益,曾经多次举办公益演出和募捐赞助给儿童基金,赞助那些有艺术天赋的孩子远赴欧洲深造, 也可谓是给社会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。 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中,金星始终在做自己想做的事,活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,不被世俗影响,不受他人所迫,不惧旁人眼光,有清醒的认知和豁达的人生态度,真是让人敬佩。 家人们